王金平点头认同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听到这个消息时 却忍不住狂笑 市长怎么看 我对应纳入国民党的安全部分去迷戴 排第几 可能是第七第十 就是安全那种 唉 好了 好了 好 这样 我跟你说 好了 好了 我不可以 我要忍住 我不可以讲 记者追问他 觉得吴敦义列入不分区是自肥还是拉抬选情 柯文哲再度表示 是自肥还是拉抬选情 这样可以问他那个 我要忍住 安定亚有考虑 而柯文哲的民众党 不只抢占不分区民旦喜事 区域民旦也不中兵 至今已提名18席 远远超过新政党 为了政党票任务应提的实习门槛 如果能达成三党不过半的目标 民众党将是左右台湾政坛的关键角色 不过 在民众党两拨提名的18席区域民旦人选中 只有4人没有蓝绿背景 其中与民进党有所渊源的有9人 本身或亲属与国民党有关联的有5人 这样的参选人背景被外界解读为蓝绿复仇者联盟 我们上落后 这一本的写时间 我跟女兵一战 有6人赚 的写信 我也贵了 是不是 也不在乱